中美南海决战已经过去四年了 美国又向台湾出售20亿美元的武器 中国这回出售很重 制裁出售台湾武器的美国公司 这些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 可能失去中国比20亿美元更多的电弹 蔡英文小动作不断 美国高调地揭露台湾事务 有人可能对台湾有些悲观 其实也没有什么 蔡英文就算在执政四年 又能怎么着 特朗普揭露台湾事务 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好事 逼使中国大陆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 其实美国揭露台湾问题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台湾一些人也别心存幻想 别忘了 四年前美国两个航母舰队 在中国南海被打得落荒而逃 南海那么远 美国都不敢打 台湾这么近 中国到打的时候 美国也就不见中影了 倒什么乱呢 捣乱有用吗 从心理善讲 美军已经是败兵败将 知道中国现在不跟他计较 搞点小动作 失责不堪 现在就说说 四年前那场南海决战 决战率是7月13日 2012年4月13日 12艘中国渔船 在黄瑶岛正常的作业室 被一艘菲律宾军舰干扰 非军舰一度企图抓扣 被其堵在戏湖内的中国域民 幸运的是被赶来的中国两艘海舰船所驻置 随后中国渔政310船赶往了事发地黄洋岛海域威权 非方一派多艘舰针援 双方持续对峙 之前很多年 中国渔船都在黄洋岛周围捕鱼 菲律宾渔民也在这里捕鱼 双方相安无事 2014年4月 美国在乌克兰吃了大亏 奥巴马却造反东亚与日本和菲律宾结成了军事联盟 公开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当时中国对南海有边场莫及之感 远离大陆 中国战舰难以到达正常巡视 战机从大陆起飞也比较遥远 而西沙和南沙地29个岛礁被越南占据 7个岛礁被菲律宾占据形势复杂 为改变被动局面 中国开始在南海填礁照导 而美国军舰就不断的南海自由航行不断挑逝 2013年1月22日 在美律的操控下 菲律宾当方面就中非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了仲裁 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2013年6月 非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 成立了由5名人员组成的中非南海争议仲裁庭 南海仲裁案的废员 要由当事双方承担 在中方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菲律宾出了双份的钱 2015年7月7日 法院首次举办了听证会 10月29日 仲裁庭做出了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 美菲律丹闹得很欢时 越南也跟中国在海上爆发了冲突 还爆发了反华示威游行 中国看起来很被动 国内就有人不断的叫嚣 中国得罪美国 输了法理 没有朋友 甚至说 永远的那么几块礁石 有什么用真什么 2016年7月12日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对南海仲裁案做出了最终的裁决 判菲律宾胜诉 并否定了九段线 还宣称 中国对南海海域 没有历史性的说有权 单日 菲律宾发表声明 对结果表示欢迎 并组织专家研究该有利于菲律宾的结果 同时表示希望各方保持克制 耿进 同志在必得的美国 就派出了两个航母舰队 持余收的战舰 200架战机 3万多名的美国大兵 气势汹汹的 开赴南海 要来督促 落实国际仲裁 最后适合 中国决定反击 2016年7月13日 联合国官方微薄澄清 联合国没有此案的仲裁庭 因本案仲裁庭 不属于国际法院 或其他的联合国系统司法机构 这下美国傻了眼 中国大批的军舰 也向南海冲来 美国的两个航母舰队 临阵逃跑 南海找不到中影 逃到了远远的太平洋里 这一次 美国看到了中国不可侵略的决心 解放军事实一仗 美军下的落荒而逃 原来中国看起来很被动 似乎没做什么事情 可是联合国的声明 说明了中国 赵一金沉着在胸 就看你表演出丑 关键时刻出手才是高手 对比中国 美国和菲律宾都愚蠢到 让人笑掉大眼 立即 美国海军部长来华访问 美国安全顾问赖斯 也亲自的上门来访 求中国放过美国军舰 他们担心中国会截击撤离的 美国军舰 这也是40年来 中美军事上第一次直接过招 美国被一击而亏 赤唱之后 美国军舰再来南海 自由航行都是笑柄 招已经是长兵败将 丢人现眼 没人在乎 不过 美国也没有忘记 四年前溃逃的迟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在记者会上 提及7月12日 是南海仲裁案 裁决四周年 尊处所有的国家 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解决领土和海洋问题 中国的回应就极尽粉刺和挖苦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回应称 关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中方找一件多次表明立场 所谓仲裁庭 设立本身就不具合法性 其越权的审理 并做出的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方也不承认 也不接受 美方到现在 还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却整天地把公约挂在嘴边 用公约来要求其他国家 美国自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却不断地利用这一个平台 对他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 美方自己当方面地退出了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却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 召开理事会 讨论全面协议的执行情况 美方的言行似乎有些太荒诞 如果仔细地审视这些荒诞 你会发现双唇标准 霸权逻辑可需为丑陋 有意思的是 去年中国在南海 举行了一次导弹实弹演习 正在南海自由航行的 美国航母林肯号听到消息 一下子跑出了3000公里 美国说中国是南海岛礁发射导弹 中国说不用 从南海发射距离就够了 那么从南海岛礁发射呢 林肯号跑3000公里 也跑不过导弹 台湾呢 导弹达到台湾岛的东海岸 最远处也不过是500公里 达到西海岸也就两三百公里 根本不愿打导弹 中国的火箭炮就能够覆盖台湾圈岛 林肯号航母能跑 台湾岛可跑不了 奔劝台湾某些人 愣清形势也在幻想 台湾只有一条路统一 合同比武统要好 别一头撞南墙 美国人保护不了谁 近期 美国在南海台海活动加剧 有多成原因 有被迫的一面 也有主动的一面 这源于美国的霸权特性 也与纸老虎气质有关 从主动因素说 美国必须加强在亚太的存在与控制 现在东南亚东亚 在中国的带领下 经济行兴向荣 中国影响力上升 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上靠中国 安全上靠美国的局面开始动摇 所以美国必须加大军事投入 加大在亚太的存在 这才能够保证 美国在亚太摸取利益的存在 所以硬着头皮也得上 不然东盟国家极有可能 在安全上放弃美国 菲律宾就是典型的励志 所以拼命地扶持越南 在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之间进行挑拨 有了冲突 美国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就是马来 印尼 越南 南海冲突的真相 但南海已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在西太局 不劣势的情况下军事风险越来越大 我国国防部南部战区一再的警告 并强力地执行驱赶任务 美国逼迫撤离 随后又来就是这个原因 从被动方面说 现在的台海局势 在美国的操纵下 已经有了火药桶的迹象 美国知道我国的底线 但美国准备拿台湾做旗帜 但棋盘实际也是亡火 但美国知道危险也要硬撑 必须显示美国的承诺与保护能力 这是做给东门看的盟友看 所以台独当局成了美国的体现木偶 美国人的聪明是 随时地掐断台独的法理台独之路 而举起了口号台独的大旗 但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人 自我感觉良好 他们认为只要台独分子 不搞法理台独 大陆就没有动物的借口 所以蔡英文才在美国受益后 说硬话 但这种所谓的聪明可能亡过火 因为他对大陆的底线判断随时失误 一旦失误 台独分子就会灭点之灾 关于每两期舰搭建的F35B 来南海的威胁城市 我个人认为 并不比航母舰队对南海的威胁大 因为预警能力比航母编队要差 仅仅亮机一楼威胁不了我们 有一则消息说明我们在行动 近日中国军报报道 为了能够让空军的实战能力加强 空军颁发了空军飞机涂装及标识喷涂规定 按照这则税新的标题显示 国军迈出了所有战机都实现隐身化的第一步 未来国军研制的新战机都将向歼16 甚至是歼20看齐 而且歼20已经经过反复试验 已经进入了规模列的装期